其实它之所以我觉得名字叫宣言 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本身 它没有用宣言的题目 但是它用笔名是想表明 这是一篇习近平时代的宣言 习近平时代就是按照它的话说 这是对中国对世界所做的一个承诺 或者一个宣言 那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宣言 我们讲说他从习近平 他所要达到目的来说 他现在不仅要改变中国 还要改变世界 要达到人类命运的共同理 用宣言人类历史上有过 比如像人权宣言 有美国的独立宣言 像能够较之宣言的东西 一般是一个政治力量 他们面对着一个时代紧迫回答的问题 他们谈出自己的关于问题的根源 还有问题的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个回答 但是中国这个宣言 就是假如说我们把它看作习近平时代的宣言 刚才胡平先生讲了 他首先是假 他所谈论的东西 实际上并很多的结论 像是跟人民的切身感受是完全相反的 也是跟人类的政治经验 主流的这种文明发展的脉络的经验教训 这是相反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通 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 在他的宣言中提到了一些历史大事件 每个事件都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血泪 也确确实实呢 有过中国人民有切身的感受和切腹之痛 那很多是家破人亡的这种痛苦 但都叫他一带而过 而且放到了一个非常灰红 这气势灰红的这样一个大篇家 一个叙述 那当然这个洗脑呢 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是洗脑教育部分 大概也只能对这年轻人去 其实对于这个经历过这些事情来说的话 这其实就是悲剧 而且觉得非常起 会听了会鸡皮疙瘩 还有呢 我觉得大就是我们讲说呢 过去共产党啊 在搞改革开放之后呢 邓小平批过毛泽东时代的叫假大空 但刚才我们讲了假空 实际上还有一个大话连篇 你看他那种宣言吧 很多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排比剧啊 还有像他这些 这个好像气势很大呀 非常煽情这些语言 其实都是说的一些大话 我讲了 其实真正的 我们讲无论是人权宣言 还是独立宣言 还是就是能够在人类历史观的上 一个政治力量 对自我正见的宣言 他都有很具体的分析 问题是什么呀 还有要对人类的经验 要做一些具体的比较 对一些理论进行概述 我们在这个中间都看不到 只是看到了一堆 这个华丽辞早的堆砌 那这其实就是习近平的一个特点 这个人呢 知识有限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 知大财书 知大呢 他就是说 你可以看这篇宣言 好像利益很高远 但是财书呢 实际上他中间既没有思想 也没有历史经验 和具体事实的那种陈述 更没有自己一些独到的 一些看法 就是跟各种观点 进行争名的这种看法 这就是看法 那就是看法 我们在买 就在这种看法 这就是看法 其实看法 看法